馬英九講228,哦,這是何解啊,你講28,哦,這是挑起在山口上傻言 這價值是他講的啊,吳孟德的時候,14輛遊覽車來包圍我 說,哦,這個是因為高雄市政府不但花言,憤怒的,反對審極,挑撥的民眾去包圍他 欸,各位歡迎世界,就說這是暴民,到底是暴民還是這個是互以異議 都是一群人去抗議,這就是事實嘛,就是存在嘛 但是互以說這是暴民,還是這是正義感的民眾,哦,這是他加上的對不對 但我們就接受這個價值觀,我們現在接受很多的價值觀 這價值觀接受罪惡,司法也接受,你捐給你的錢,就是現金 捐給你的錢,就是貪污,你不做還評,你就是這個,這個未來的促進經濟 未來苦民收苦,你不做還評,就是獨立,都可以講 所以這個價值我們不要輕易接受,我們要有批判能力 我在網民年輕人,他也沒有批判能力,我們這個社會其實失去批判能力 就做你自己,你看什麼,你先不要看他給你的這個答案 因為他就是事實而已嘛,你們坐在這裡就是事實啦 哦,到底是群眾,哦,你們都不講話,哦,是大家默默無言,哦,還是同意,哦,還是都消極抵抗 這個報紙都可以寫,每個人有文筆都可以寫他,對對對 那我們用自己直接經驗,我們去體會,好不好,這些非常重要,這些才是我們未來 那,攤在陽光下,那有發現要追究到底 因為這個是破壞我們最高那種價值的東西 不能不允許,那,在台灣啦,是程度問題的 沒有一個黨,沒有一個政治,沒有一個媒體,可以做到真的沒有雙重標準 我坦白講,哦,包括我自己啦,包括我自己,這是自我檢討 台灣沒有檢討能力啦,然後我最後就是,我需要 因為我看過一個電影叫《戰火浮生路》,那個,第二次世界大代 納粹的小後代,猶太人後代,哥哥的後代後代在凱旋門上,跳舞 那個音樂叫《婆麗路》,大家可能看過這個電影 這是剛才,這個葉副總召講的,我們希望下一代是這樣的 他們可以一談這個事情,但是他們並沒有忘記哦,那你有螢幕很重要 那個,納粹,德國人的後代在演奏音樂會的時候,門票都都賣完 他很高興,要演奏那一天,沒有一個人來,就是猶太人的後代,跟他買了 但是,但是他跟他放當傳單在那個,演藝廳上面 說因為你的祖先,殺害了我們的祖先 我們寬恕,但是我們沒有忘記 這個電影啊,大家去借來看 好,我們寬恕了,忘記了,這個大家搞不清楚了 好,放不到了,就是要活在當下吃飯了,謝謝 好,謝謝,我們謝謝在場的來賓,一些媒體的朋友 也謝謝我們幾位語談人,我們今天論壇就到這裡結束 那麼,今天所有論壇的過程都會轉貼在頂子政府網站 大家可以回去,沒有來參與的人,大家可以介紹就可以繼續來看 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謝謝 謝謝